大家要注意 那我们在 检查开启之后的话 要先检查,第一个我前面讲过,你这个 Piverses,这个设定里面的话,你要先检查你的PyDiv里面的Interpreters里面的这个Python的Interpreters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Python放哪里,所以你可以把它New一下 New一下什么呢,去找一下你那个 这个低叠底下,有没有,低叠底下,因为我们另外有解另外一个目录叫Python的3732 OK,然后找到他的这个Ex,这个执行档,就这一个Python的执行档 然后跟他讲说,在这里 然后OK之后的话呢,他会再去帮你找到,他这个目录底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韩式库,DL 还有那个什么,网路上抓下来一个Package 昨天有跟各位讲,其实你抓下来的东西,他都帮你放在这个目录底下 他就知道,你有网路上抓下来的Package 所以你一百四十几万个 那个相关Package,其实都可以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按一个Apply,就close掉就可以,这个是第一步一定要设置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把那个 那个,他这个环境因为是在Windows里面 所以预设的是MS950 就是那个编码方式的话,你要先把它改成UTF8 所以一样,再来设置第二个 就是这个,有个General 这边,防火墙一定要允许一下 然后 再来一样 在那个我们的General里面的Workspace 这里下的话呢,把它改成UTF8 这样的话,两个地方设定完 这样环境就会OK了 那如果你前面的东西 想说备份是最好 你就是备份的时候开启,他会问你说你的Workspace在哪里 有没有,这边有SwitchWorkspace 你可以直接先把它丢到你的地底底下 然后再去找到你 你之前在那一台那边电脑 不过因为我 没特别看那个教室 所以我昨天也不知道 我会特别提醒大家 等于你把它存在学生点,先call过来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无缝接轨了 可是因为 昨天 不知道 OK 所以 没关系啦 反正趁这个机会复习一下 然后呢 如果没有,没关系啦 我就是采另外一个方法 就怎么样 我就直接 去云端上 再把那个 昨天的 程式 因为我都习惯上 贴一份程式在云端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先建一个module,把程式贴上 一样可以run OK 如果说呢 没有这个程式,反正云端都有 那特别记得,因为以后你可能写这个程式,也许 不知道怎么写,会忘记嘛 所以你要一定要放的地方 那我的习惯是放在云端上面,刚好我上课也可以用,我平常我要备课啦,我要准备也都有,所以呢 我可以new一个什么,先new一个 Wordspace里面要先new那个什么,先new这个专案,有没有 OK Quadra 然后在Quadra底下呢,建那个module OK,所以我们就建一个新的module 名称也许我就叫做TQC好了,OK,类似像这样 然后 这边改一下 跟前面一样,这边一定要create一个src的 这个是package 没有package就没有办法 加那个模组,所以这个要选,然后再按finish就可以了,其他应该不用动,123 finish 那finish之后的话呢,那我们就直接就把它 把它直接,它就自动帮我建一个src,按右键呢,你可以再new什么,new那个module 那比如说我们昨天呢,讲到的地方 是第几题呢 昨天是讲到这个第 第704 那如果说我假设要复习 704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在到云端上面 把我那个 这个这个 答案的部分 找到,然后并且其实就贴上 贴回来就好了 不过 如果你没有,你可以先拿我的啦 也许你就是贴一贴,然后再 再练习 先知道说到底贴出来的结果 run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再来 这个做复习 可能会问题 比较少一些 那704就这一个啦 其实就是 他要我们用那个set的方法 OK,set 那我讲过,set跟list的最大的差别 其实主要就是 两个,应该是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 那个list后面是中刮糊 可是set是set小刮糊 这个地方,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呢,在那个list里面 他是用append 但是在那个set里面 他是用add 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那个list新增资料 他不会管有没有重复 但set他会去检查说 这个资料有没有跟前面的一样 如果跟前面的一样呢 他就不会做add 所以产生的资料里面呢 那就绝对不会有 重复的资料 所以如果我要复习啦 假设我就是在这边加一个a 然后 为什么要加一个a 因为你如果直接打704 这个名称是 所谓的不合法的 就像变数名称 我前面讲过 你不要用那种 用数字当 他的名称 OK 因为这个会出问题啦 那你如果说你要命名里面有数字啊 你开头一个英文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说里面就变70 704 也许他可以让你见啦 可是将来 我发现之前同学就发生状况 就是可能开档啊 存档啊 三档就发生错 就要怎么怪怪不行 因为 你那个规则 跟那个变数一样 还有尽量你也不要用什么 一些什么空白啦 有没有 他不行 用什么 用那个 其他符号 减好像 不过尽量不要用 这些符号 如果你一定要用的话呢 底线可以啦 比如说我习惯什么 A 704 加个底线 如果2好了 比如说第1次的话 底线1 底线2 底线3 这样OK 但你尽量不要用其他的符号 什么豆点啦 什么一些 其他的符号 最保险的就是底线 OK 这样的话呢 把它finish 那程式部分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会建一个module 所以一个专案 一个module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 就是把那个程式呢 直接就把它放进来 就可以了 或者你 当然不是叫你使用贴啦 因为考试的时候 就是给你一个空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啊 你可以参考 然后呢 直接重新再把它输入过 当然如果说你还 会不确定说那个程式 RUN的结果 也许你可以怎么 你可以先 参考我云端上面的东西 然后再来做一个复习 OK 那昨天 我有回去的时候 有把那个影片 也把它上传 这影片在这边 那因为 昨天的 时间 可能 第1个好像没转好 其他都有 待会把这个再改一下 那大概我们的上课内容 主要就是 把510 这个费式数据 这一题是 看起来是很难啦 但实际上如果你了解它的 这个原理原则的话 我想要把它写出来 应该并不是很困难 有点像 就让你想象啦 你一个月之后 你一个月之后要买兔子 一对兔子 这个兔子两个月之后才能生 再生 一对兔子 OK 那几个月之后呢 可能才会超过你要的数量 比如说 300只 那我们 得到结果是 15个月之后 OK 这个地方的话 昨天 还有一个 不克牌总和 等等的 这一题 我想请各位 稍微再复习 把环境弄起来 那待会呢 我们 继续再来看802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